每当人们一提到乐于助人这个词,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雷锋,雷锋一个乐于助人好战士,为了人民奉献了他的一生,三月的春风还不是那么的温暖,但足以吹醒了神中大地的人们,传播着学雷锋的种子,让他茁壮的成长,开花,结果,记忆中,每年到了这个时候,总是哼唱着学习雷锋,好老样,小的时候, 我总是将雷锋倾向,具体到雷锋一人身上,慢慢的长大了,我想,学习雷锋其实就是学得雷锋身上的那种精神吧,是的,闭着眼瞎想,人与人之间,或许是一个甜甜的微笑,一句暖心的话语,一次普通的让座,都会让你成为别人心中的雷锋,就在别人学雷锋的三月里,不管是小学生,还是翠了兄的爷爷, 奶奶,也不管是工人还是干部,都热火朝天地学起了雷锋,然而,我却总是认为,学雷锋是六七十年代的事了,雷锋,一个极度平凡的人,一生却做了无数不平凡的事,还记得他说过,人在变,但没有那伟大的雷锋精神,在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之间传承, 火点瓶装梅叶西路肩矿团为组织团人清明义务,为控制群众理发,磨刀,鸭盆,为孤寡老人收拾院子,打发卫生,对留守儿童,空巢老人,谈及人等若是群请进行慰问,去进老院慰问老人,他们这种学雷锋做好事的精神,已经坚持传承了两代人, 记得2014春晚小品复不复,该小品将一直被大众热议的老人摔倒了复不复的社会话题,搬上春晚舞台,也将雷锋精神的传承所遭遇的新的挑战,摆在了打众面前,曾经和时雷锋乐与助人,是一个时代的精神,却被个别人认为是傻子的行为, 人们开始嘲讽这个逝去的精神偶像,人们之间也开始变得冷漠,变得不再信任,变得怕吃亏,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坚持日夜操守绝不作假,我们每个人都能与虚假谣言做斗争,正确地看待每一个世界,积极弘扬主旋律,传播正能量,雷锋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,温暖这个社会, 三月道可解清风,带来了春回大地的温暖,三月的细雨拨洒着饮润如松的甘甜,三月的鲜花因云出庆祝人心的芬芳,每年的三月,总有一种精神,它伴随着春天的精灵矫健的步伐,再一次融入我们的生活,带来了春暖的气息,它向春风把日节冷漠的清晴,吹拂得阳光明媚, 它向三月的细雨在甘烈的土壤风险甘露滋热心田,它融化着一颗颗硬如煎冰的心灵,它就是雷锋精神,我们要像雷锋一样,做点积极健康的事,做点身边人认可的事,做点后代受益的事,才无愧于我们这个美好的时代,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乐于助人的人,也有许多自私私利的人,但是我们不能做后者, 要要后者越来越少,我们要做到千人有那就必包,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吝啬,给别人一颗爱心,因为它是用之不解的,去会获你的爱心吧,要记住我祝别人,别人快乐,我也快乐,玩马玉哈图片来源网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邮件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